大家好,我是CJ 大家好,我是Philis 今天我们的背景是 Pasadena非常有名的一个餐厅 叫做Cerasos微笑意大利餐厅 这个餐厅是坐落在 Pasadena老街的有名Colorado Bulova Colorado大道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背景 好多好多的名酒 所以这个餐厅是意大利型的餐厅 里面有很丰富的 非常好吃的意大利的食品 当然这里面也可以做special的一些foods 可以开party,可以开团建 还有你全家人都可以过来慢慢吃 慢慢享受在Colorado整个大道上的情景 大家也知道 Old Town Pasadena是非常非常热闹 同时Pasadena这边有很多名校PCC 是,还有很多私校 Kalpec, Art Center 是 还有几个有名的high school 也都是在Pasadena的 是,然后我再告诉大家 很多喜欢车子一族 名车一族在这边 有很好的名车在这条道上面 然后每年一年一度的花车游行 对,还有法拉利也是在这边 法拉利对,也都是在这边 当然不是假某某的法拉利 是真正的法拉利 老实来是这边的车上 都在这边 原路有很多名品店 很多Souci 各个国家欧美这边的就是说 民餐厅在这边一到晚上这边的两边的 塞瓦都是满的 当然旁边我看到了 还有我们华人喜欢吃的两个大的餐厅 还有老美的 Cheesecake Factory 对,还有 苹果 苹果店在这边 还有Tiffany也在这边 是,Tiffany也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吃饭去苹果店走一走 这边的Park好不好啊 非常好 停车 非常好停车的 这边它有很多公共的停车的 最主要我们这个餐厅呢 我们是有带列酒牌的 47列酒牌的 各位可以看到后面 哎呀,还有列酒牌 你要知道啊 我们这个餐厅现在拿出来出售呢 等一下屋主啊 他会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哇,真的 英文中文好亮啊 并且这边呢 真的就养了好多 就是说很有经验的 Waiter Waitress 所以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下整个餐厅 我们就是帮他来出售 当然哦,在之前呢 大家都知道 我 喜欢 跟大家 讲序一些 分享一些 买房啊 买商业的一些经验哦 你看 Finnis 他跟我一样都是 啊 30年 房地上 商业 哎呀 他是大V啊 不敢当 对啊 我们在这边就是做商业 也做的比较多 大家知道很多的商业呢 但我们很少是放到市场上面去 然后我们哎 底下 私底下很多的朋友啊 潜在的客人 一把就抓了 所以我在这里 我想请Finnis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在美国 在加州 买餐馆 所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或者是这个流程是什么 好的 在美国的话呢 买餐馆 最主要首先的话呢 选一个有经验的商业经纪呢 替你把关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来呢 一定要卖家提供他所有的 这次买卖呢 生财器具啊 我们叫做Business Disclosure 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一个一个看 这样子 是 第三的话呢 我们要找一个非常靠谱的公正行 替我们把关 登报 然后在这段期间看看 就是说这个餐厅的话呢 本身有什么债务呢 那在我们成交之前的话呢 又把这些所有的 就是说零零碎碎的这些 detail 全部都要厘清好 才可以过户的 哇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买餐厅去包括 你看这次刚刚买卖二队啊 我跟我太太啊 去吃饭 是 今天还是我女儿生日啊 生日快乐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很多的朋友买餐厅 包括我们自己去吃 我要去一个地方 所以location还是比较重要 是的 location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呢 您就是说想要在 Pasadena 这样子的黄金地段呢 就是开个餐厅的话呢 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铺子都很难求的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呢 这个餐厅基本上是在三个店面 三个铺面 然后还有47的烈酒牌照 那所有的餐厅的话 厨房的话 我们是在19年后20年的时候全部都重新装修过 I love their food 所以针对于就是说 刚刚Philis讲的 如果说你要买一个餐馆 你就要找我们这些首手哦 别人就是老手啊 所以在这边买商业 当然买餐馆的话就是更加更加比较special一点了 对不对 那就是这里面你要申请你自己的执照了 当然你自己以前就是有商业 然后你自己想更开发 或者是加多一个商业 加多这个意大利品牌的话 那就更好了 因为你的信用都摆在这里面了 对不对 你的就是加州的执照 食品执照 消防执照 安全 包括垃圾 到市政府这边 全部你自己一目了然 当然我跟Philis也会在你交易的中间呢 也会帮你 是 对 当然就是说这跟买房子也差不多了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买家跟餐厅的owner一起谈 谈好了价钱以后 我们进了S国对不对 就要交三个点的押金 那么就开始审查整个餐厅 所有的事情 刚刚Philis讲的 这里面有没有债务啊 所以我们在交割的时候 一般是30天45天或者是60天 那么我们要把它分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的 这样淋包入住 然后就装修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整理一下就准备开业了 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跟认诺呢 好好的来谈 那么下一步 我想呢 请我们这个餐厅的主人呢 跟Philis 我们三个人一起浮动一下 整个让大家好好看一下 这个餐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华裔在这边经营餐厅 有自己的经营之道 还有我跟Philis 我们的经验之堂 好 Let's go 我们一起跟进 嗨 我叫做Jack 这是我的餐厅 我在这边 Old Town Pasadena 做了30年的生意 所以这一家意大利餐 我做了25年 我在下一条街 还有另外一家餐厅 所以在这个地区都非常熟悉 那这一家的特别好处就是 地点是很中心 我们可以做side walk dining 我们一共有差不多70多尺 外面可以做得到 三四十个客户 然后Pasadena也可以申请 street dining 所以也有street dining的机会 在pandemic的时候 我们也有street dining 那时候最少做了50个多个 然后后面还有那个 alleway 也可以有座位的机会 所以这边看起来是 非常漂亮的三个 store front 这边是 是进了我们的大厅 dining room 这一间几乎都是全新的 因为两年前我们有 几乎是三年前 在pandemic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catch and fire 所以这个厨房 和这些地 电水 偷风 偷风 fire expression 都是全新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我们的ADA厕所 都是新的 Yes 这边 如果来这边看的话 这一间 全新的 kitchen fire以后 这边房东全部都拆掉了 第 两个ADA的厕所 看这边的设备 open kitchen open kitchen 然后这 抽风 ok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electrical plumbing 下水道 水电 都是全新的 这个厨房最少要三十万 哇哦 三十万 Yes 地砖都是 这边还有一个 化 Yeah 这是以前的老化 然后你说这两个洗手间是ADA ADA 全部ADA的 所以 全部都是残障人 不需要害怕 就是按照ADA的 另外还有三个 在Hawway那边 也是convert成ADA compliance 这是政府很久就require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major renovation 所以你就要全部都要拿到现在的扣 就up to today 这是我们的prep area 做sala 准备式 对 做sala和dessert 这个cooler也新 地也新 下水道 你看哪里都是新的 这是后面的这个prep kitchen 和洗碗地方 同时一样 这个是原因 原来都给他拆了一个空洞 然后再rebuild 天花板下水道 都是新的 有一个小的walk-in ok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 好 还好 那这个是 没有 有一个小的walk-in ok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 哇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 嗯 100% new brand new up to cold it's a refrigeration unit and a freezer I think we should go back the other way you can take a quick look at the patio everything will be included pots,pans,dishes sofaware 是吃了筷子 因为这个是意大利餐 意大利餐这是开了三十多年 我是向意大利老板买下来的 我自己开了二十五年 这还是在Pasadena 最authentic的一家意大利餐 卖我餐厅的意大利的老板 他每次从Colorado回来 都要来这边吃一下 他说我们的菜还是最好的意大利餐 是 然后可以带你过来酒吧看一下 但是在Pandemic的时候 这边是挤得不得了 现在 different time different challenges 这个酒吧是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 设计 二十五年前设计出来了 可是 还很新 大家看起来都以为是新的酒吧 是 这 这 列酒牌 Type 47 可以营业到晚上一点半 这个在Old Town Pasadena很难拿到 所以那边是大厅 这边是一个中间的 very nice lounge 这是一个lounge and very intimate 这边后面还有一个 semi-private dining area and we can go back to this small banker room that we can seat about 30 to 40 people 后面可以办一个小酒席的 小party 我们做很多 wedding shower pharmaceutical presentations birthday parties baby showers lots of opportunity there's no restaurants on Colorado to have dining room or lounge lounge and the banquet room yeah plus we have a little patio and the alleyway we can apply city will approve for additional dining so this is the only restaurant you can do from sidewalk dining interior dining with many rooms and alleyway dining there's no such opportunity on Colorado border border 我们等于是有三个店面 我们可以在外面做那个 side walk dining 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吃 这都是一堂室也可以在后花园的 这都是first rate architecture designed then we have three more ADA compliance restaurants so total of five 总共就是五个 就是可以 男女都可以用的 是 厕所 五个厕所 这个是第三个店面 然后这一边是一个很大的 almost separate space 我们那边是做意大利餐 这边做西班牙餐 Spanish tapas 这边也有自己的 entrance ok 可是同用一个厨房 同一个酒牌 然后这一家也是 非常colorful 也是同一个 architect did the design very colorful very vibrant 这个建筑师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 整个色彩 这个房东说 如果有兴趣 三个space都拿起来的话 是有六千多尺 如果要做小一点的话 不需要这一间 这边是两千多尺 可以就做那个大厅 和中间的middle bar 那边四千多尺 He's willing to combine or split it up to accommodate 三个店面都拿 或者就是拿一个 另外一个拿两个 那个middle bar 跟这个吧 有什么区别吗 现在这个区别 只是这边是最大的 这个可能是 Oltown最大的一个酒吧 一个酒吧 现在你决定 绝对拿不到这么大的酒吧 也不可能会有两个酒吧 是 其实这边是很好的机会 如果要做中餐的话 在那边做中餐 这边可以改成一个 sushi bar 对 中间还是有一个酒吧 对 同用一个厨房 可是你就可以卖两种菜 不一样的餐 是 这个酒吧 这个sushi bar 一定是 Oltown最大的 最大的 是 几乎 几乎里面的 这个plumbing electrical都有 只是给这个 这个酒吧 降低 那你就可以做生意 做sushi bar 就改成sushi bar 非常漂亮 是 一个sushi bar 然后后面一个sake bar 然后中间 中间一个是 那个alcohol full liquor license alcohol bar 这样子就可以做 很大的生意 这里我们 weekend是做projection 放sports 打球 投影系 我们可以看一些 两个很大的projector 这下面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function 很多fundraising event again bachelor party bachelor party birthday party 都可以 这个我们可以多演化 可以在这边做募款基金会 或者就是 男孩子要结婚之前的话 先来这边的话 男生一起全部都聚在一起 所以很多元化 是一个很好的launch 是 也可以做卡拉OK在这里 如果华人喜欢卡拉OK的话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卡拉OK的地方 我有在Otom最大的荧幕 是 是两个projector 目前这个荧幕 在Pasadena的餐厅是最大的 现在就很难生气 对 现在很难 尤其我们这个是黄金地段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在Otom三十多年 我对Otom很了解 可是三十 我一生一半都偷在这边 A lot of good memory 我觉得我一个华人 做意大利餐 可以做西餐 觉得有我的成功的地方 是 可是现在目标要转一点 不要那么辛苦 应该应该 对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充进了 very strong very aggressive 但是现在年纪不同 还是年轻 为什么您会想要卖这个餐厅呢 一般的话 客户第一个问题 他就是会问我 为什么主人想卖这个餐厅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 这个location的机会是太好了 我是希望找到一个人 可以appreciate 可以了解 可以认出来这个作业的机会 是非常好 然后可以接下来 在pandemic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想做了25年 26年的应该想退休 那我们有一个kitchen fire 一个火灾 可是那时候我又决定给 全部地方renovate 我觉得renovate以后 再开起来 会卖的机会会更好 因为这是全新的设备 是 kitchen也是全新的 外面这些家具都是 都是最近一两年才做出来的 是 可是做了 现在已经30年了 从30多岁做到现在 我想一些年轻人可以接下来 是是 所以jack主要是因为 他现在是想要就是半退休 但半退休了 所以才忍痛割爱这个餐厅 那这个餐厅的话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 其实最主要这个47这个license是基本上是很难拿的 在奥巴斯丁娜 因为有很多餐厅也有很多猎牌 这个hot liquor 所以奥巴斯丁娜有一个他们叫做这个alcohol overlay 就是说这边有一家卖烈酒 这边也有一家可能就比较困难在拿新的licer license 是 而且我那时候买这家意大利餐的时候 我们的alcohol license只能够到一点钟 就不能够再卖烈酒了 可是那时候我跟司弟的关系也不错 然后我们又去申请 申请去可以extend from 1am to 1.30am and I got the city approval so现在我们可以作业 卖酒卖到早上一点半 因为这些licer license很多 所以如果要去申请一个新的 比较不是说不可能 这是比较困难一点 可是这个是现成的 是 我们这个餐厅是有47就是烈酒牌的 那基本上这个烈酒牌在巴斯丁娜 它是有一定的名额的 所以呢 如果下一个有缘人 可以买我们这个餐厅的话呢 这个47号这个烈酒牌的话呢 也是属于下一个有缘人的 直接transfer 对 就直接transfer了 直接购买 做一个购买我的这个business box sale 然后就申请这个transfer liquor license 这个是最简单的 是 这条街叫做Colorado 就是每年最有名的一个parade rose parade 玫瑰花车游行 就是经过这边 就是在这边 这不止有这个 这一old Pasadena 也有很多节目 像two weeks ago 两个星期前 我们有一个ferrari show 所以这边有很多节目 这个是大道 这个是以前这个root 66 所以你一讲Pasadena 人家就会想到这个Colorado 我们就在这个Colorado大道的 几乎是它的中心点 对 这边的人口分布大致的钱 Pasadena 很多元化的 差不多有20万人口 我想是很有钱的白人也很多 在North Pasadena 有一些Hispanic 和一些African-American 可是在这边来的话 要看你weekday和weekend 这些都可以 从这个Chamber Commons 拿到资料 给你分析 银行 都可以 然后我会看到这旁边 西面就是South Pasadena 南 Pasadena 这边还有Smarino 故人区 是 对 我们Pasadena 就是跟你讲的一样 在South 就是South Pasadena 在East 开Ferry过去 就是Eagle Rock 和Glendale 在North 是Lacanata Alta Dina 然后Alta Dina 然后East 就过去 就是Arcadia 所以 尤其是 是Lacanata 那边很多 高级 高收入的 白人客人 我以前就住在Lacanata 所以去那边 五分钟开车的时候 现在最有名的 那个Faceball player Otani 就在那边 买了一栋 Ameel in the home In Lacanata Smarino也在这 Smarino也在这下面 所以其实 也有很多的朋友 有住在这边 对 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非常中心点 如果住Smarino 住Lacanata 住Arcadia 或是住South Pasadena 大家都可以来到这边吃东西 是 然后 我就是想 补充一下 虽然我们这餐厅 是意大利餐厅 但是呢 因为呢 我们有四三个店面的关系 我们刚刚有说的 其实如果说 我们今天的客户 是想要run 中国餐厅 或是韩式 或是日式的话呢 其实这个都很好去 把它分割的 然后如果说呢 您是想要一个餐厅 做旗舰餐厅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点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我想问一下 杰克 就说 刚刚我知道了 在那边 Otani那边有parking 像一般客户 到你这边吃饭 他们停车 就在哪里 以前我们有valet parking 可是pandemic以后 valet parking 也没有了 我们现在 这个location 也不错 因为就在后面 就有city parking lot 所以你可以 停载city parking lot 然后一出来 这个巷子 就在我们的后院 对 所以我们一个 很大的 这个school house parking lot 可以摆几百 上百个车位都可以 三点左右 是最好的 然后我可以 介绍 来这边 跟大家煎个面 然后介绍一下 我是对这个餐厅 是非常骄傲的 是 那么这个房东 是非常好的 这个要不要补充一下 这个房东 这边是两个 美国人房东 他们以前也是 做architecture 然后他们现在 也年纪大了 我跟他们关系也不错 他们非常愿意 找一个有经验 或者是资金族的 一个新的tenant 然后做一个 二十多年 二十二十五年的lease 这些lease的条件 你就要跟房东 我可以介绍 跟他们直接谈 可是他们也是 很motivated 很想找到 像我三十年前 年轻的 或者有经验的 那时候我也有几家餐厅了 所以才能够qualify 跟他们谈 可是他们也愿意 可以跟大家坐下来 谈最好的条件 当然是双方都有 双方的立场 所以买家的经验 跟戏用 就重要 他们都需要看 一般都是需要看 经验 资金 和 management experience 和你的capital 这些都很重要的 资金经验 都非常重要的 这个楼 两个owner 都是比较年纪大的 他们也有小孩 两家都有很多小孩 我猜想到时候 这个楼要出卖的机会很高 所以谁来这边当tenant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个driver seat 第一个优先 去购买这个整个大楼 这个是最近有很多楼都是被买卖了 都是很高的价值 那个Chase Bank在那个下一个block Arroyo 就已经被人家另外一个公司买了 那一家在那边一百多年了 一个owner 然后最近 然后我们这个block 在那个corner 有一个是叫做Mama Lou 一口福 半年前才新开的 生意也不错 那一栋楼 也是 recently bought by an investor 是 所以a lot of activities 而且最近 我猜想也开了新的餐厅 也开了三四多家 对 对 这条道上面 生意会越来越好 这个 是 基本上我们叫做蛋黄区 这个就是蛋黄区了 因为我在这边做了三十年 我在这边最少做了四五家 买了新的或者做remodeling 所以有很多需要去市地去做remodeling 去申请side walk dining permit 去申请alleyway permit 这些我都很熟悉 所以这方面 我愿意帮下一个天人 去拿到最好的条件 然后他们的成功 也是我的 我的安心 是 是 等到你到全世界旅游的时候 他也可以回来吃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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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